你 你还不能走 请你再留一会儿吧 您是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活着 原来是风吹灭的 看来老天和我的玩笑还没开完 连逃都不让我逃 你想求死 我这身子 生死无疑 这副躯体如尽于我 也是牢笼了长颖 你真的想求死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秦河 你凭什么了解自己的性命 谁给你的胆子 长颖 那日牙上的寒风不够冷是吗 一开始就听话逃跑不好吗 为何还要执意撤凡 枉费我的一片侧业 还连累我被顺德责返 我那已经是在帮你啊长颖 提前了结你的痛苦 免得你被送到顺德那里获受罪 别嘴 别再说了 你如今到好 暗江超保 将我关在这儿 连我解脱的机会都要夺走 你的心肠远比当日的我狠 你不是恨我吗 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我你也能解脱 杀了我 你动手啊 杀了我 杀了我 你说的没错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让你求死不得 杀了我 这下好了 一度暴露了 死也死不了 下方也被看穿了 齐云和 我该你白受罪 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 挡了国奶奶的刀 只有你算账 郑主 郑主 那个 您这是怎么了 又为了杰云和费心伤神啊 凌霜太那边您快回去吧 这云月的琐碎小事 以后都交给我吧 您呢也不用麻烦了 每天为了他跑来跑去的 简直就是 够了 齐云和 哪怕死 你不肯留在我的身边吗 龟鹿先有长老 我已经替你安抚好了 他们都以为 你是身体突发不适 才会离开的 事情也算平息过去了 你现在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 秦云和想要求死 求死 好在现在活下来了 但身子很弱 还希望先生可以出面救治 他害你毁了登卫大典 我杀他都来不及 你让我去救他 好 先生 救你了 今日登卫大典 你擅自离开 游损北渊尊主的权威 更是愧对于胡祖 那青瑶少主 可是对你一片赤诚啊 我答应你 可以去给秦云和看看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亲自出面 去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 我早就劝过你 别花那么多心思 在这个娇人身上 这个娇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你还敢来 青瑶她那么信任你 你却当着整个北渊的面 把她一个人丢在大殿上自己跑了 你好意思当这北渊尊主吗 你以为不说话就算完了 表哥 这件事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你们先回去吧 行 走 我们走 走吧 尊主 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日是我做得不妥 让你和各位先有为难了 我深感抱歉 但登位大典 终究只是一个仪式 诸事北渊 自始至终 都不是靠藩闻入截 你和胡王的恩情 我不会忘 我向你保证 我 常义 定回护北渊 安定周全 尊主之诺一言九鼎 清遥 信你 更不愿你实信于北渊中仙 今日你离开大典去了云苑一事 我和空明先生已经替你隐瞒下来 但今日之事 不能就此算完 我不关心那个云苑里闹了什么动静 但季云河如此饶你心神 你又当如何处置 他本就不属于北渊 留在此处 已并非自圆 是我无畏 自尋烦恼 又怎么能谈得上处置呢 若有过 也是我之过 要处置 就处置我吧 清遥并不是想追究今日是谁之过 我只是想问尊主 日后想要如何待他 尊主既知道他不属于北渊 为何就是不肯放手 你如今是北渊尊主 就不该再被他左右 让我放手 难道就是少主 推我登位的目的吗 自然不是 那他跟我治理北渊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他来了以后 我可有怠慢任何的公务吗 没有 从今那开始 我会好好地看着他 不会让他闹出一点动静 你想做的 我不会为难你 也不会强逼你 我希望的 只是你好 北渊好 多谢少主